好的 現在是中港臺時間 2020年3月17號晚上9點 美東時間上午9點 武漢肺炎疫情迅速升溫 3月16號一天 在海外就新增了12800例 死亡625人 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嚴厲的防疫措施 比如封關 禁止出門 關閉酒吧 餐館等等 阻止疫情擴散 我們再來看到 川普總統昨天推出15天抗疫指南 他說 如果所有的措施都進行得不錯 冠狀病毒危機可能會持續到7月或8月 美國目前確診病例有4475例 87人死亡 舊金山灣區衛生官員宣布 從3月17號到4月7號 包括矽谷在內的700萬居民 如果沒有特別的需要 必須留在家裡防疫 不可出門 多數商家將會暫停營業 這是全美最嚴格的防疫措施 紐約也關閉了餐館和酒吧來應對疫情 意大利因病患的人數激增 火葬場開始每天24小時運作 棺材堆滿了部分醫院的太平間 意大利過去24小時之內 新增了3233例確診病例 死亡人數增加了349人 總共有2158人死亡 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 中美疫情外交戰也升級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3月12日連續發5條中英文推文 質疑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引起國際嘩然 即美國國務院近日召見 中共駐美大使抗議之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一和中共外事辦主任 楊潔篪通話 呼籲中方不要散播虛假訊息 荒誕的傳言 楊潔篪反駁美方不要再抹黑中國 而3月15日下午 《中國青年報》突然發了一篇評論 停止妖魔化外國 國人世界觀別被毀了 批評自媒體幸災樂禍 行為下作 最終將毀掉國人世界觀 矛頭似乎直指趙立堅等人 16日 川普在推特第一次用了中國病毒一詞 駁斥中共的陰謀論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氣得跳腳 表示強烈憤慨 堅決反對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等人16日發布聲明 呼籲中共停止冠狀病毒的 虛假宣傳活動 並和國際社會合作 遏制大流行 另外 《紐約時報》報導說 中共某官方媒體的王姓記者指出 中共政府近期繼續宣揚 武漢當地的情況相當好 疫情疑惑全面控制的假消息 但他親身走訪當地後 卻發現封城後的武漢 基本上真的就是放任人民 自生自滅 當地充滿死亡與絕望的氣氛 看了令人非常難過 晚上都睡不著覺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內容來和大家一起探討 我們首先來關注最新的消息 為了遏制武漢肺炎的快速蔓延 美國總統川普週一公布了新的全民防疫指南 包括15天內避免參加10人以上的聚會 避免在公共場所用餐等等 川普尤其強調 儘管年輕人或身體健康的人 在感染病毒後症狀輕微 但卻可以輕易地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並造成傷害 川普指出 如果所有美國人都能在未來幾週內一致行動 將能夠快速扭轉疫情發展 如果應對得利 川普預計疫情渴望在7、8月份結束 比此前預期的時間更長 到目前為止 川普政府並沒有實施全國封鎖的計劃 截至週一下午6點 美國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達到4534例 單日新增854例 上週五 四名佛羅里達州居民和一家當地企業 集體向中共當局提起訴訟 指控中共當局瞞報疫情 掩蓋真相 導致疫情在全球流行 要求被告最大限度賠償員告的精神和經濟損失 美國佛州南區法院已決定受理此案 這也是全球第一宗外國法院受理因武漢肺炎 對中共當局提出的法律訴訟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英國著名導演兼演員伊德里斯·厄爾巴 16日確診 他呼籲大家保持積極的心態 但同時做好預防 現年47歲的厄爾巴在推特上發布視頻說 在上週五發現自己可能和一位 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接觸過 因此開始了自我隔離 目前感覺還好 沒有出現症狀 他呼籲大家要待在家裡 他說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分立的世界當中 但現在是團結的時候了 現在是互相關心的時候了 有如此多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響 保持積極的態度 不要害怕 厄爾巴曾在HBO電視劇火線中案組中 飾演史金格·貝爾一角 以及在電視劇路德探長中擔任主角 2016年他被時代雜誌列入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之一 武漢肺炎擴及全球西班牙馬拉加當地足球隊的一名教練 賈西亞因為感染了武漢肺炎不幸離世 享年21歲 《獨立報》報導 賈西亞出現了呼吸困難之後 被檢驗出感染了武漢肺炎 而且她同時患有白血病 她是第五位馬拉加當地 因為感染武漢肺炎病逝的患者 其他四人至少都有70歲以上 再來看意大利的情況 意大利民視保護局3月16日報告說 武漢肺炎病例急速上升 過去24小時內就新增了3233例確診病例 死亡人數增加了349人 意大利多地出現了屍體羈押的現象 死者無法儘快下葬 截至16日 意大利總計確診27980個 武漢肺炎病例 其中至少2158人死亡 意大利北部的倫巴蒂大區 尤其是貝加莫省 疫情嚴重 由於每天的死亡人數太多 屍體都羈押起來 貝加莫市的市長喬治葛瑞 本週還就此發布了一項法令 他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第一次關閉了當地的墓地 他保證墓地仍將接收新來的棺木 但是很多棺木被送到了封閉公墓的教堂 再來關注德國的情況 德國確診感染人數已經上升到了7610人 其中疫情最嚴重的北威州感染人數超過2500多人 4人死亡 感染人數超過德國總數的三分之一 我們看到中共於2015年在北威州府 杜塞爾多夫建立了領事館 杜塞爾多夫目前有610家中資企業落戶 北威州的杜伊斯堡是第一座跟中共簽訂一帶一路的城市 而姐妹城市正是武漢 德國第四大城市科隆也在北威州 跟北京是30多年的簡媒城市 華為中心等多家企業的歐洲總部都在北威州 這裡還有四家孔子學院 北威州還多次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研討會 根據中國領事館網站的消息 2015年北威州就有2700多家企業在中國投資或設立代表處 投資總額佔德國投資中國的四分之一 武漢肺炎在歐洲的傳播速度尤其迅猛 多國已經進入了封國的狀態 為了遏制疫情 歐盟在週一宣布了嚴格的旅行禁令 歐洲的疫情中心意大利形勢依然嚴峻 3月16日當天新增病例高達3233例 新增死亡349例 目前全國累計確診27980例 累計死亡2158例 激增的死亡人數令意大利疫情嚴重地區的 殯葬行業壓力激增 等待棺木下葬的鈴車 在墓地外排起長龍 與此同時 意大利主要疫區的醫院 也不堪重負 瀕臨負荷極限 週一 意大利政府批准了250億歐元的紓困計劃 具體措施包括暫停繳稅 彌補企業財源成本和抵押貸款減免等 西班牙週一新增1440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高達9428例 疫情嚴重程度已超過韓國 西班牙內政部週一宣布關閉陸地邊境 僅允許西班牙公民 永久居民 以及外交官等必要人員入境 德國的疫情發展僅次於西班牙 過去24小時內新增1428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已達7241例 德國總理默克爾週一宣布了 一系列遏制病毒傳播的措施 包括關閉食品店以外的大部分商店 限制餐廳營業時間 關閉娛樂場所 緊急措施期間停止一切國內及國外旅行等 德國同時宣布對奧地利 瑞士 法國 盧森堡和丹麥實施邊境控制 法國週一新增確診病例1,210例 全國累計6,633例 累計死亡148例 總統馬克龍當天下達了為期兩週的嚴格出行禁令 自週二中午起 所有人非必要不得外出 否則將面臨懲罰 為遏制疫情蔓延 歐盟支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也於週一下達了旅行禁令 未來30天內禁止所有非必要人員進入深耕區 國盟公民 永久居民及家屬除外 被質疑嚴重瞞爆疫情的伊朗 3月16日的官方數據仍然保持規律性增幅 單日新增1,053個病例 全國累計確診14,991例 死亡853例 週一 一名伊朗專家會議成員確診死於武漢肺炎 使得伊朗死於武漢肺炎的高官人數增加至至少14人 截至週一 武漢肺炎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累計確診人數 已突破10萬 死亡超過3900人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MF總裁格奧爾基耶瓦表示 MF已經準備好動入1萬億美元的貸款能力 幫助成員國應對武漢肺炎疫情 格奧爾基耶瓦在MF網站上發表的最新一篇《伯克》顯示 基金組織會幫助有緊急國際收支需求的國家 可為新興和發展中的經濟體提供大約500億美元的資金 低收入成員國可以通過零利率的貸款優惠機構 獲得最多100億美元的資金 此外 MF的拒災遏制和救濟信託 可以幫助最貧窮的國家立即減免債務 格奧爾基耶瓦還表示 英國最近捐助了1.95億美元 這意味著救濟信託限裁約有4億美元 可以用於潛在的債務減免 他說 目標是把救濟信託增加到10億美元 而疫情持續延燒 中共當局持續隱瞞真相 嚴控管制這個言論 甚至是散播武漢的生活是越來越好等離譜的消息 對此一名中共官媒的記者不願保持沉默 冒著生命危險 對外媒揭發了當地的真實情況 紐約時報的報導 中共官媒的一名王姓記者指出 在肺炎爆發的初期 自己就曾採訪過武漢 記錄下政府應對疫情失敗的第一手資訊 而如今 他頻頻在社會社群平台和媒體上發文 揭發當局聞過是非的恶行 所以秦鵬我想問一下 就是王姓記者他是說 中共政府進去是在宣傳說 中共已經是控制這個疫情了 然後是已經得到控制這種假消息 但是他是說當時的武漢 以及是現在封城之後的武漢 都是讓人就是說觸目驚心的一個景象 放任人民自生自滅 你覺得就是這個現象 會不會引發一個大規模的 一個類似的現象出現呢 我倒覺得它這個現象 實際上是更大的一個現象 它其中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注意到 實際上在這次瘟疫 或者我們這次武漢肺炎的話 實際上深刻的改變了中國 就是中共過去在這些年的這樣危機爆發後 各種所為 在這一次的這樣的武漢肺炎之後 就特別特別的這種明顯和集中 然後也就引發了人們對它 是正合法性的這樣的一個懷疑 特別讓它又加強了這種輿論控制 進一步激發了人民的憤怒 所以現在呢很多中國人對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個人權利和政府的關係 乃至於生命和信仰這樣的一些看法 其實都產生了很多的這種不同的改變 所以我們才看到呢很多人他就站出來 對吧 開始發聲 那麼包括呢方方面面的各種各樣的人 包括一些勇敢的武漢人 包括這些公民記者 還有一些這個像許章潤 還有這個張千凡 艾曉明等等這些這個學者 對吧 還有呢一些這個像作家 方方還有這個像大亨 任志強等等這些人 所以它整個我覺得實際上 像一個很大的一個這種公眾的一個現象 是 而且呢像在我們看到那個發燒人被刪之後的話 那麼上億網民再創造了一百多個方法 再去對抗這樣的一個刪帖 這其實也是代表了一種民意 一種的態度 而且的話我今天早晨的時候 我還看到呢就是李文亮的那個 最後一條微博底下 實際上現在還是每一天有大概一萬多人 再去跟他再去傾訴 再去寫就是說留言 然後現在的話呢 已經超過六十多萬條這個留言 最後那條 所以的話呢 它那裡邊其實也表達了 人們的對疫情 對這個生命 對政府等等這樣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看法 比如說來講的話 有一條我講說 李醫生對不起 我們啥也做不了 只能化身鍵盤俠 還要拼命的刷熱度 不讓你們這些醫護人員 白白含冤 我們只有不停的罵 相關方才可能會有所動作 儘管希望渺茫 但我們誰也不會輕易放棄 還有人的話呢 是在講說這個如何讓下一代人 要捍衛這種說話的權利 讓孩子有這種表達自由 他說李大夫 我孩子十歲了 學校讓我寫一篇 關於黑二偶 就是英雄的作文 他寫的你和吹哨者 我覺得他 他比其他同學的文章 不是那麼的主旋律 但我保證和鼓勵 試著捍衛他說話的權利 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 是不是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整體的一個現象 比較悲涼 我們看到現在有一個網友 昨天是跟我們留言 他的網名是林昭書店 他說呢 我就在武漢 天天是憋在家裡 人都瘋掉了 翻牆心理好過一點 中共太邪惡了 逼人不得不翻牆 才能說話的政府 絕對是魔鬼政府 現在是有很多的網友 在持續跟我們留言 那麼他同時還說呢 昨天看到我們的一條新聞 是說美國有四名原告 是聯名起訴了中共當局 中共衛健委這些就是政府機構 說他們是要賠償他們的經濟 以及是非經濟的損失 那麼就是說他們掩蓋疫情 導致這個全球的擴散 然後這位網友是說 他就在武漢拜託能幫上忙的人 幫我加盟到美國 起訴中共的團體裡面去 我也要起訴他們 我願意跟美國人一起起訴他們 我是從外地來武漢打官司的 聲聲被這場人禍 鬧得是掉在了半空中 他們不講理 他們耍流氓 他們自己的法庭就是個笑話 是由得美國的法庭來教訓他們了 那後面還有一系列的話語 那就是說現在看到很多的中國民眾 也想要起訴中共當局 就像美國民眾一樣 你覺得這個後續有沒有一些 什麼樣的做法呢 目前的話除了這些美國人 在這個起訴之外 我覺得第一方面來講 很多人可能會加入到 他這個大團隊來 另外一方面的話 其實華人這邊的話 在美國的華人也有一個團隊 就是像這個工藝組織 那個長沙富能 這個創始人叫楊淡青 還有和一些人權律師 包括什麼陳建剛 等等這樣的一些人 陳建剛 對 他們也在發起這樣的一個起訴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跟他們回頭溝通一下 看看他們怎麼能夠說 一起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是更多的人可能在加入 這樣的一個起訴的一個行列來 是 如果有興趣的民眾呢 可以就是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發送一些郵件 給我們的郵箱地址 然後告訴我們 您的訴求和一些難處 我們會持續的跟進 那我們繼續來關心香港的疫情 我們看到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是宣布從16號開始 是新增了9起武漢肺炎的確診案例 其中有8名患者 曾經到外地旅遊或出差 目前累計有157宗確診的個案 和一宗疑似個案 另外 政府還表示 最快下週二安排第二批包機 接在滯留湖北省的港人回香港 主要涉及距離武漢車程較短的 校感、閑寧、黃石三個城市 我們看到目前有一份報告 是說有黑客向美國政府網站 發起了攻擊 試圖延遲美國政府 應對武漢肺炎的疫情 我們來看一下詳情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 這起針對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 黑客攻擊 發生在週日晚間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週日午夜時分 在推特上發布了 與此次攻擊相關的澄清 推文寫道 有關時新國家封鎖的謠言 是講的沒有封鎖國家 疾控中心已經並會繼續發布 2019新冠病毒指南 報告稱 此次的攻擊似乎是為了減緩該系統體系 但此舉毫無意義 報告表示 顯然黑客事件已經發生多次 目前衛生部的服務器 在數小時內因為點擊了數百萬次而服務超載 消息人士對彭博社表示 川普政府已經注意到了此次的攻擊事件 目前尚不清楚是誰發動了攻擊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我們看到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戰略主任白邦瑞表示 中國專制政府正在施壓美國媒體 白邦瑞日前接受福克斯電視台採訪 主持人萊文跟他說 我們看到一些美國媒體正直正確 不敢將新冠病毒叫做武漢病毒 他覺得很吃驚 萊文問道 中共在這些宣傳運動中 已經取得了這些勝利 他們現在教我們美國媒體別叫什麼 萊文還問 那麼他們宣傳的重點是什麼呢 是要推翻美國並維持中共的共產主義政權嗎 白邦瑞的回答是 是這樣的 中共最近驅逐了三名華爾街日報的駐華記者 這讓別的媒體非常擔憂 還能否進入中國 白邦瑞還指出 這讓美國媒體在某種程度上 將中共視為了美國的朋友 另一方面的媒體則是敵視自己的總統川普 白邦瑞表示說 美國正在採取反制的措施 所以我想問秦鵬 就是說 為什麼過去這些被視為新聞自由一些典範的這些媒體 現在反而是受到了這個中共的施壓而屈服了呢 我覺得其實它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利益 就是說實際上很多媒體的話 它的這個中國客戶的這樣的一個這種比重是非常大的 因為而且中國客戶的話 你像比如推特的話 它每年可能又高達幾個億美金的這樣的這種 我們叫廣告費 包括一些很著名的什麼阿里巴巴 還有什麼小米 還有什麼華為等等都在這兒 包括還有Facebook 那麼其他的這些這個我們講說 華爾街啊 還有什麼叫什麼金融時報啊等等 這些媒體實際上它們在中國也是有這種好多大銀行 好多什麼大的一些客戶 那麼中共這方面它可以通過遏制這些客戶 然後限制它們相當於是廣告費 所以這個也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話中共還是通過什麼呢 通過這種限制這種信息獲取能力 來去呢給這些媒體施壓 比如說你要是聽話 它呢就是給你開放更多的這種權力 甚至給你提供一些獨家的消息 這個對於這個好多媒體來講 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誘惑 但是呢反過來也是一個壓力 是 我們看到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到目前呢是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3月16號表示他正在準備一項行政命令 是要將醫療供應鏈從海外移回美國本土 納瓦羅當天是接受了CNBC的台情論壇訪談 那麼表示美國先進藥品的成分 約有70%是來自國外 此外 美國的醫療用品以及設備 也十分地仰賴全球供應鏈 因此美國確實是有 要在本土生產更多醫療用品的需求 納瓦羅表示這項行政命令的本質 是要將所有相關生產工作 遷回美國本土 來解決醫療產業對外依賴的問題 請問我們知道這些跨國公司 大量是搬到了中國嗎 一個是中國有成本優勢 第二個是中國有完整的產業鏈 美國政府對公司的控制力其實比較弱 他們怎樣才可以讓這些公司 真正的遷回美國呢 美國政府對於這類事情的話 它其實很少採用這種強制手段 它更多的是採用這種經濟 還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方式 比如說第一種通過政府採購 比如說前兩天彭斯講的是這些口罩企業 比如像3M等等這些公司的話 它是要採購高達3個億的這樣的這種口罩 哪怕說疫情過去之後 這個政府也會買單 另一種來講的話它實際上是給予這種政策 讓這些公司的話呢能夠踏踏實實的就是做相關的東西 然後呢包括可能在稅收等等方面有些減免 所以這樣的話其實這些公司實際上是高高興興的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再來看一下航空業方面的這個情況 疫情蔓延對美國的航空公司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負面的影響 3月16日白宮經濟顧問胡德洛就表示 白宮將盡力協助航空業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上週末美國 澳大利亞 西班牙等國採取更多旅行限制措施 這令美國航空業雪上加霜 目前他們正尋求聯邦政府提供總額 達580億美元的貸款與補助 以及臨時稅收豁免 從今年年初到3月13日 美國航空股指數已下跌38% 是標準普爾500指數跌幅的兩倍多 代表主要航空公司的業界機構週一發表備忘錄 認為當前經濟環境難以為繼 而危機似乎還沒有結束跡象 令情況更複雜 他們希望聯邦政府退還1至3月旅客支付的消費稅 並暫時取消這項稅款 聯邦政府週六已表示 將立即研究方案 幫助受疫情打擊的航空業和郵輪業 減少損失 維持工作機會 專家也指出 保護相關產業需要企業政府聯手合作 財長姆努欽週日表示 他正在與國會合作 尋求方案支持航空及郵輪業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而我們看到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國的航空公司 正在和政府談判 也獲得高達500億美元的財務援助 再來關心美國的情況 在紐約市路上可見行人是明顯的減少 稱作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以往人最多的時代廣場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本台記者 王愉賀的採訪報導 我們現在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座椅休息區 從這些空位子看起來 很難想像這是週一的時代廣場 跟以往落意不絕的人潮比起來 路上的行人明顯稀少很多 在紐約市宣布禁止在餐廳 酒吧內用餐的政策後 紐約時代廣場的人潮更稀少了 對比之前的樣子 往常的時代廣場可是人來人往 連走在路上都得夾縫中求生存 現在則是冷冷清清 不只是百老會演出 博物館關門 餐廳 商店也很多停止營業 對於遊客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紐約時代廣場 路上有些人選擇戴口罩 而大部分人採取其他的防疫措施 紐約市長日前呼籲民眾多待在家 也建議其他人選擇戴口罩 對於疫情的發展 民眾想法不一 next is going to be economic as in like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jobs people are like afraid there's a lot going on restaurants closeted closing businesses so it's literally step by step it's blown way out of proportion way the media shouldn't blow it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you know I mean look at stats the flu kills more people than coronavirus so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everyone whipped into a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 奧利福 紐約報導 由於妻子已經確認感染了武漢肺炎 正在自我隔離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週一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公布為減緩新冠病毒傳播 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特魯多宣布加拿大將禁止外國人入境 禁令不包括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加拿大公民的直系親屬 外國外交官和機組人員以及美國公民 而出現感染症狀的任何人都無法進入加拿大 除此之外 特魯多還宣布限制國際航班的降落地點 從3月18日開始 國際航班將改到飛望蒙特利爾 多倫多 卡爾加里或溫哥華機場 進行對乘客們專門的強化病毒檢查 但是從美國和墨西哥來的航班 暫時還不受影響 再來關注法國的消息 3月16日晚上 當地時間晚上8點 法國總統馬克龍向全國發表了講話 提出了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規定全國民眾自3月17日中午開始禁止外出 至少15天 違規者將會受到懲罰 這是自3月13日以來 馬克龍第二次就武漢肺炎疫情公開發表講話 他用面對戰爭來形容法國目前的疫情局勢 馬克龍呼籲法國民眾不要違規出門 特殊情況除外 並要保持冷靜 內政部長表示 政府將會出動10萬名憲兵隊和警力 在固定和移動的地點 唯一的要求是讓大家守在家裡 其次 法國還將關閉與歐盟和深耕國家的邊境 居住在外國的法國人如果是希望回國 將會得到允許 再來關注俄羅斯的情況 當地時間 週一 俄羅斯政府宣布 從3月18日開始到5月1日 禁止一切外國人和無國籍的公民入境俄羅斯 目前俄羅斯感染武漢肺炎的人數是93人 情況我想問 張文宏這個專家說 夏天結束是不太可能 然後美國這邊是說7月或8月 可能疫情會得到一個緩解或者說已經結束 那麼關於疫情這個時間的發展你怎麼看 從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我看各國實際上都做好了一個這種長期作戰的準備 就是不管是中國還是說是我們講美國還有歐洲 它實際上現在包括前兩天我們叫做飛飛揚揚爭議的 這種英國德國的那種治理方法 其實它亞洲是準備好了說 可能至少這個夏天沒法結束 甚至的話有可能會花年成為一個類似流感的這樣的一種疾病 所以我看它中國實際上也是儘管它官方的話說的很好 對吧但實際上來看的話 因為張文宏他一定是一樣代表了一些這種主流的專家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覺得他恐怕也是做好了這種準備 我們再來關注中國本地的消息 那麼3月17號大陸股市戶指生成值是連續下跌 這是戶指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跌 同時北上資金繼續從大陸股市淨流出 截至3月17號收盤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出82.38億元 其中戶股通市淨流出56.01億元 深股通淨流出26.37億元 北向資金連續第五個交易日淨流出 本月合計達到542.2億元 對於A股的後續走向 香港《經濟日報》認為 首先要看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的走向 其次也要觀察大陸的經濟數據 我們再來關心相關的情況 最近武漢肺炎疫情肆虐之際 一綜合武漢相關的事件 也引起了大陸大眾的關注 近年來武漢市有數百名大學生和青年人 神秘失蹤 警方不立案不處理 事件被指充滿了蹊蹺 一個個姓名代表著一個個失蹤的鮮活生命 這份統計名單來自失蹤學生的家長 匯總了近年在武漢失蹤的部分青年人的姓名 年齡、就讀學校、失蹤地點、失蹤日期等信息 這五、六百人中就包括林少卿的兒子林飛揚 2015年11月26號 正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林飛揚 突然搭飛機返回中國 他沒有通知任何人 也沒有回老家河南洛陽 而是去了無親無故的武漢 隨後失蹤 林少卿在武漢四處尋找 為了引人關注 他曾經把尋人起事 設計成類似警方的懸賞通告 林少卿在武漢四處尋找 為了引人關注 程先生也是這些望眼欲穿的家長之一 他21歲的兒子程浩 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就讀期間 2014年11月 在武漢長江二橋附近失蹤 家長們在尋找的過程中 承受著內心的交集與煎熬 更承受著體制不作為的雙重打擊 多年來 在武漢失蹤的數百名青年中 只有三人找到了遺體 公安都宣稱是自殺 而家長們上網發表尋子文章 很快就被刪除 林少卿一直不解 孩子失蹤前 為什麼進黨校換了件衣服 或者也關注中國先進的監控系統 為什麼找不到孩子們的行蹤 我們明天繼續關注 新團記者李心安 林蘭採訪報導 最近和武漢相關的事件 是持續被接觸 我們再來看到湖北黃岡的吳先生 疑似是患有腫瘤 身受病痛的折磨 但是因為湖北省內各家醫院 收治武漢肺炎的患者 已經是人滿為患 他根本找不到收治的醫院 吳先生說 像他這種不是武漢肺炎 因此不能獲得醫治的危重病人 是越來越多 大家走投無路 只能請媒體幫忙呼籲一下 我們聯繫了武漢的 各地去聯繫的 但是不是沒有腸瘤的 就是有可能可以去 才對掛了號 但是掛了號之後 就是我們一旦去了武漢 然後回來之後 確診的稅記錄就接收了 然後昨天武漢醫院 都說生病期間沒有腸瘤 沒有確診 對 但是我們沒有確診 就確診不了 這到底是 就是他就說 可能性大 可能性大 那到底是 而且原來導致這個病人 到底是哪裏發出來 就是他說他這個 這個肚頭 這個地方尖管這裡 這不是研發的 所以確診不了 也沒有確診單 武漢好像有醫院 他說可以 比如說可以做些 等到他放療化療啊 這些東西 但是他沒有確診 確診對方也不收 那兩行就是外面也不去 那這個也 那你們當地那邊 武漢那邊是因為肺炎特別嚴重 就你們當地那邊也 不存在也有這種情況嗎 就醫院他 當地是黃岡 黃岡也是 黃岡也是病在地 就是武漢以外的那就是黃岡了 黃岡市的話也對 應該就一個 一家三家醫院 可能是 也是沒有床位 然後 他們 他們 我們內部打擊 他們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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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瘋的全車被隔離了 可能是有 沒查出這個新冠的 什麼的 可能是醫生 醫生 全部被隔離了 所以現在 可能想在小小看 就是他的事 不在手內的 囚犯的話 應該是沒有希望了 就是你們可以呼籲的話 幫忙 對一下 就像這種非新冠的病人 現在越來越多了 好像是 是的 我們看到一月份以來 湖北多個地區是封城封路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實務短缺 一些民眾只能是自己想辦法解決 近日 湖北一個小區 當地區的居民是自行團購了麵粉 取貨時 卻被帶著洪秀章的社區人員告知 未經社區同意 不許搬貨 不然我們得解決糖糕粉面 如果社區不同意 沒辦法解的 所以不能解 不能解 我們聽說 不能解 沒辦法 不能解就不解 還沒辦法呢 那這些買的東西沒辦法 那是你的問題 那我們得些東西幹嗎 那是你的問題 那是你的問題 那怎麼跟摸區的 我們怎麼跟摸區的 好 怎麼摸區的 中國社區都跟你說了 好 怎麼摸區 社區不同意 我們摸區 我們是主要小區的居民 一把東西搬去 搬去 搬去之後 然後那些東西沒辦法去 那你弄你和我不想看 那人家要賣 那外賣 那這才為啥都提過去 那也要經過社區主義 你要這樣說 所有的糖糕都要經過社區分意 那是從外面第一件的東西 不是我們去個拿的東西 第一件的東西 不能我們在兜裡 各居民 我如果這種都不同意的話 那別個快遞的 第一件的東西 是不是說的東西都不能拿 你放在外面 你要拿快遞進來 我看是不是站得到的 我看是不是站得到的 我跟你說的 我去個的嗎 我說的我去個的嗎 你把東西拖進來的 那我快遞 是不是從外面拖進來的 快遞 是不是從外面拖進來的 是不是不能拿 我說的是不是不能拿 到外面拿 是不是要搭 是不是要 好好好 你是哪個單位的 你是哪個單位的 我忘了這次 你媽不要說我問外面 我們是要請你的的 那你要不能不聽呢 那你不跟我說 你是哪個單位 我問外面是要請你的 你不聽你想試啊 那你也能不能請我的 我請你嗎 你不請我的 我沒請你的 你不請我的 我沒請你的 你說是過癮了很的 問你哪個單位 你都不能說 私事哪個單位都不能說 私事哪個單位都不能說 好 觀眾朋友 您現在收看的是 大紀元新唐人武漢肺炎追蹤的直播節目 大紀元新唐人一直秉持獨立報導的原則 站在各種事件的第一線 為真相護航 為沉默發聲 我們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留言 和我們探討最新的情況 也歡迎大家提供信息給我們 讓全球了解這場疫情的嚴峻 並給予全力的支持和幫助 我們的節目是在中國大陸的 晚上9點到10點全球直播 歡迎您通過網絡留言 或給屏幕上的郵箱地址發送郵件 告訴我們您的反饋 美中關係現在因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 一番沒有證據的指控而引發了外交戰 目前是愈演愈烈 當地時間週一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國務卿蓬佩奧3月16日 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過電話 對中共試圖把武漢肺炎 過錯轉嫁美國一事表示強烈反對 蓬佩奧強調說 現在不是散佈不實信息的時候 而是各國抗擊共同威脅的時候 蓬佩奧還發推文表示 美利堅合眾國正不遺餘力的保衛我們的人民 並抵禦全球性大流行 北京應該清楚他自己的角色 並成為自己問題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秦鵬我想問 為什麼上週我們看到剛剛趙建文 就是說駐美大使 就是還要打這種強硬的這種電話 看起來好像是一種沒完沒了的情況 這個應該跟中共一方的這個態度有關 我們看到就是說在崔天凱 就是中共駐美這個大使 崔天凱被召見之後的話 中共方面其實沒有做任何方面的真正的實質的改變 那麼不管是說外交部發言人那邊 他並沒有說任何的道歉或者一些措施的改變 而那麼同樣的中國的這些官方的媒體 也是完全的是繼續在抹黑美國 繼續的話呢講說美國這邊的話如何如何 而且呢特別是那由中共控制的這些媒體 我們看到說類似微信的或者一些自媒體帳號 其實的話還是在繼續通過這種方式說 美國如何散讀甚至編出來很多故事 就非常豐富 然後呢還有呢就是我們看到 中共那邊還在搞一個信息戰 就是昨天的時候我是看Focus News 他裡邊講到了一個就川普政府的這樣的這種軍人 他們講呢說中共方面在發起一個這種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就是他講說這種反信息戰 反向的信息戰 他就通過這種方式包括在推特 初來年出現了一些醫師帳號 講說這個事情的話 美國如何在這個反過來在做 美國呢是如何的話呢掩蓋真相的話 給這個美國人民帶來什麼危險 所以也就是說實際上從整體來看的話 中共一方面是在倒打一耙說 美國如何的散讀對吧 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他其實在反過來講 主動的去攻擊美國川普政府在如何 所以這些信息的話 我相信就是川普政府其實非常了解 所以這是為什麼就是說看起來 接見完這個崔天凱 還要再打這麼一個強硬的電話 給就是楊潔篪這個重要原因 是我們看到說目前中共好像沒有放鬆 就是說對這個言論管控嘛 而且是包括對美國的一些抹黑 我們看到有一個報導 是週一新華社的報導是說 楊潔篪在通話中 正告美方任何詆毀抹黑中國的這個圖謀 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損害中國利益的這個行為 都必將遭到中方的堅決反擊 我們看到他們這個態度是非常的強硬 就是強硬 你覺得這怎麼看後續的一些反應呢 還會有發展嗎 我覺得還會有發展 因為從目前來看的話 中共這個做法其實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實際上如果說我們了解中共歷史的話 就知道中共從建政的開始 就是70多年的話 其實它一直是刻畫了一個這種敵人 就是說任何的壞事情的話 都是美帝國主義在搞亂的 對吧 西方反華勢力的這種代表 然後呢 任何時候說這個 當中國出現危機的時候 中共就開始把這個美國拋出來了 而現在來講對中共來說 這應該說是前所未有的一個危機 沒錯 在國際上來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說中共現在是面臨著追責 甚至的話我們也知道有些美國人 甚至海外華人來講的話 給他進行這種控告 那麼在中國來講的話 同樣的很多人也在一直在追問說 類似是誰到底造成了這樣的一個信息的掩蓋 然後疫情的拖延 是誰害死了這個李文亮等等這些醫生們 對吧 是誰呢害了這麼多人這種家破人亡 甚至好多人家庭絕戶 是誰又害了中國的這樣的幾個月 全國停擺 對吧等等 就是說大家都在追的 但中共來講的話 他不敢去這種應對 甚至這個調查組來講的話 派出了一個多月 到現在他也沒消息 反而是呢 就是曾經是報導這個李文亮如何造謠 然後的話呢 這個不能人傳人的這樣一個廖君 新華社記者得到了這樣的一個表彰 還有這個像那個王廣發 他也得到了一個表彰等等 就是說中共現在是這麼一個做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又不可能說長期這麼多了 那怎麼辦 他就找了一個辦法 那就像我們叫那個動物莊園 那裡邊講的一樣 他就知道一個外部敵人 讓大家把那個目標轉移到外部敵人身上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美國就毫無疑問 就成了一個最合適的一個背鍋俠 那你覺得美中的貿易戰現在 就是說這個關係是不是到了一個起火點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情況下 其實對中共來講的話 他一方面他起火難下 他就要這麼堅持 另一方面來講 對美國來講 他可能也不得不選擇說 如何對待呢 說是中共問題 就還不僅僅是一個貿易問題 或者是一個這種信息問題 或者是是不是這個病毒來源的問題 而是呢說造成這一切問題麻煩的根源 是不是就是說中共的話 那麼他是不是要面對 所以這個時候很可能就是說 對自由世界來講 包括對美國來講的話 那麼他就要把中共問題 擺在他的這樣一個重要的意識議程上來 一旦說疫情得到控制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能他就會採取各種方法 我說也許中共我覺得可能是他的一個 不得不做的一個選擇 是我們看到還有一個情況 是在中共試圖將這個病毒來源甩購給美國 這個時候呢 美國總統川普就直接在推特上是說 病毒是中國病毒 川普是在美東時間 昨天晚上發了推文說 美國將強力支持那些產業 如航空業等被中國病毒影響的行業 我們將比過去更加強大 秦鵬你看呢 就是說在外交戰之下 川普還要直言說中國病毒 你覺得這個會不會就是引發這個火花 會更加的這個強硬 對實際上本來的話 我覺得像上個週末的時候的話 這個事情有點我們看是有點消失 就是這種有點平息了對吧 因為川普本人也講的話 他跟習近平打電話或交流來講的話 他實際上是和耿爽那樣的一個說法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升級實際上毫無疑問 實際上川普得到的消息 或者美國政府得到消息來講的話 中共這實際上是個國家戰略 國家特略 而不是一個趙立江本人的胡言亂語 或者他這種錯誤的說法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麼川普來講他就肯定很生氣 所以他就寫了這樣的一個 這種中國病毒這個說法 但是你覺得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中共外交部 又發了一個推文還是什麼 說不要污名化中國 就是說現在已經是有一種 就是說恐佩雙方在互相的 已經是一個抗爭的狀態了 對對是這樣的 就是說本來說實話的話 以前的時候這些病毒的命名 或者是我們比較疾病的命名 都是地獄命名的 包括埃博拉病毒 日本腦炎 什麼鋼腳症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 那麼從MERS 就是那個東東急速中和症來講 之後的話 當時實際上那個中東的那些國家 實際上也有一個抗疫 當然這個命名還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說你這樣可能影響我的經濟 所以中共這方面本來說 它提這個要求 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說大家其實也有一段時間 大家也都平息了 大家說可以呀 我們COVID-19 對吧 這種改正這種名字 但是呢就是誰也沒想到 中共的話呢 它 我們叫採鼻子上臉 用那種話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還要進一步的 把這個罪名的話 栽贓給美國 栽贓給世界 它完全自己這個時候 完全不承認它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自然而然的話 它遭到一個這種反擊 所以呢 很多人就倒過來 現在喊 所以我發現呢 就是說很多我們講 國外的媒體 好多我們看這個 互聯網的這些這種 自媒體帳號們 它實際上也現在這麼叫 就開始叫武漢肺炎 武漢病毒 等等這個 現在就直呼是中國病毒 對它現在是直呼中國病毒 這個我覺得是可能 大家可能有的人 可能不太習慣 甚至覺得好像對中國無名化 但是呢我兩個 前兩天 我當時是在那個推特上 我寫了一條 我說本來我說 兩個星期之前我改口了 我開始也叫這個 好像是性情冠狀病毒 後來呢我說 發現中共想甩鍋 我就堅定的稱武漢肺炎 武漢病毒 當時我寫這個的時候 其實有點淡淡兔兔的 我不知道有些上面的 我那些網友 怎麼去看我 結果我沒想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下面很多這種武漢人 他就跟我這麼回覆 他說有一個是講說 我是武漢人 我一直稱之為武漢肺炎 我不覺得是侮辱武漢 我覺得應該用武漢肺炎 記住武漢曾經發生了什麼 還有一個叫做Lucky Face的 他也是說 他說我是武漢的 同意 絕對同意 還有一個叫T的 他說我一直叫武漢病毒 為了紀念那麼多無辜死去的人 還有深淵般的罪惡 還有一個叫Sisi的 他也是武漢人 他說富裔 還有一個叫沖杯三路給黨喝 這名字是對死去的武漢同胞最好的紀念 還有一個應該也是武漢人 他叫西西夫斯 他說老鄉我同意你的觀點 我也不願意加強同胞的苦難 只是數字遊戲等等 就是說大家其實可能看起來 還是很接受說是把它叫武漢病毒 可能他們作為武漢的這個本身的民眾 他們會有另一番的感受 對 他是並不是像這個 所謂的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啊等等 他說好像因為他叫大家就會認為污名化等等 看來其實都不是這樣子對吧 沒錯 我們看到還有一個怪現象 就是說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趙立堅 他是3月12號連發了五條中英文的推文 質疑是美軍把這個疫情帶到了武漢 中共是把甩鍋升級到了國外國際的外交 引起了國際的嘩然 3月15號下午 中國青年報又突然發了一篇評論 是停止妖謀化外國國人的世界觀別被毀了 批評自媒體是幸災樂禍行為下作 最終將毀掉國人的世界觀 所以請問我們看到這個現象 就是說中共它是變來變去 你覺得這種是風向變了 還是說中共政局是有一些內部的一些矛盾呢 我覺得是內部矛盾 就是說他應該說大政策來講 其實並沒有發生改變 而是呢 就說這體制內的很多人實際上也看不下眼 因為誰都知道的話 如果說你是軍人帶來的也好 還是說是外國傳進來的 那麼你應該是其他地方同時發作 對吧 那麼而且的話呢 你說是軍人帶來的 或者是美國放毒 那幹嘛你懲罰的是那些醫生 那幹嘛你懲罰的是那些 把他們弄為造謠者對吧 幹嘛你呢 是整個說懲罰的是武漢的這些人 他解釋不通對吧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大家都懂說 這實際上是中共的這樣的一個這種甩鍋行為 所以對體制內的這些人來講的話 大家實際上也看不下眼 但他又不敢指責官方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說指責那些這個叫自媒體賬號 因為這些自媒體賬號之所以能夠有市場 能夠這種很多人被追捧 實際上一方面是中共一直在珊瑚的 只是我們叫說是美國如何如何的這種壞蛋對吧 另一方面來講其實中共是放人這些東西 媒體賬號在造謠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某種意義上 這是他這些媒體人也通過這個方式來講 表達就是這種信息 不一樣的聲音 對 我們再來關心民生的情況 我們看到武漢的滾空呢 雖然是沒有鬆懈 但是疫情仍然是在持續 一位被迫在家待了兩個月的女士就交集的說 雖然小區每棟樓都被封了 但是現在還是有新的病例出現 怎麼辦呢 今天是3月14號 現在是中午12點 路上車輛不是很多 最煩人的消息 我們小區每一棟樓都封了 20多天了 到現在我們小區又上漲了 聽到這個消息啊 我真的頭都痛一晚上都沒睡好 這怎麼辦呢 整個武漢今天上漲4例 我們小區都有兩個 而且疑似的又上漲了6個 你說這怎麼辦呢 我真的 我們這小區要下樓 現在真是太難了 這不知道還要關多久 已經在家裡都關了兩個月了 最近網上還有不少 關於大陸隔離點的視頻流出來 可以看到很多隔離點的條件都非常差 其中有一位從海外回國的女士 因為發現隔離點的水有很多的雜誌 所以她就請朋友快遞礦水水給她 沒想到還遭到了警察的警告 剛才你要衝廠出去 我沒有要衝廠出去 我不管你衝不衝廠出去 我現在請告你 可可請告你 第一 這裡不是賓館 走啊 不是賓館 第二 現在是醫學中心這裡 隔離區現在 隔離區也要保障人權吧 我們現在 你要跟這邊通知他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好像不配合 你現在要全部就是聽從這邊的 而不是說你 你幹什麼要活下去 我三天沒有喝水了 你能接受訓練過嗎 水給你 給你了嗎 沒有啊 怎麼沒有給你 水在哪兒 有很多 工作人員都說了你要用礦泉水 對吧 你要把會計寄回來 這不是你家裡現在 走啊 我現在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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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通關的 不是什麼醫生 我先跟你講 啊 如果你下次還有這種情況 可能會 才是你把人做事的 是吧 就是強制性把你帶走 走了沒有 那扣留個人物資犯怎麼回事 你所有的東西 都會由工作人員替你保管 不會扣留你任何樣東西 但是 但是如果他們過期了呢 那這個財產損失呢 過期了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要叫你朋友記過來 不要記不就不過期嗎 你為什麼要 做事呢 我要活下去啊 活下去這邊有輸嗎 有啊 沒有水啊 沒有水怎麼活 哪裡沒有水啊 誰是可以喝水啊 那個水流出來 都搜到你裡面 啥治你喝嗎 咱是這邊提供的 不是有水 你這邊有水 就是燒的水啊 有水啊 有湖啊 有開水湖啊 那就是打這什麼呢 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喝的 為什麼你不行呢 都想喝就對了 你街頭有人跑出來嗎 我那邊都想喝就對了 等一下 別的屋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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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看到很多回國的民眾 現在已經是被 就是說 中共的這個官方的這個壓制 已經是到活不下去的這個程度 我們看到近日社交媒體呢 還有關於就是說 海外回國的一個情況 現在是瘋傳一個 某國疫情已經失控的號召海外華人回國的帖子 由於所有的帖子幾乎都是如出一轍 立即引發了熱議 被廣傳帖子的模式是 某某國疫情已經失控了 我從某某醫院的朋友那裡打聽到 什麼情況 而最後一句都會說一句話 我已經訂好回國機票了 關鍵時刻 還是得集中力量辦大事呀 那麼這麼多同一版本的表述 延伸到了除了中國之外的很多國家 只是把裡面的國家換了個名字 比如日本 美國 法國 加拿大 芬蘭 澳洲 瑞士 盧森堡等等 我們看到就是說很多的網友 他發的這個帖子把他集中起來 這個畫面還真的是比較有趣 對 這實際上是我覺得網友在推特上的一個高級黑 他實際上通過這個方式來講的話 表示就是對中共當局制造這種好像惡意宣傳 是一個不滿 實際上是 但是我發現很有意思 實際上中共現在控制的海外賬號 他實際上現在也是發一個類似的 但他不這麼叫 他也是說是類似好像海外如何如何的 讓大家這個去回國呀什麼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實際上也是他的一種信息戰嘛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華山醫院這個主任張文宏 他是說中國的這個疫情可能是到夏天都不會結束 然後他是質問就是說海外的這些留學生 你到底要不要回國你要慎重的考慮 對 他我覺得還是比較負責任的 他是讓大家說你要做出一個判斷 是不是你回來之後就不回去了 因為萬一說中國在進一步的惡化 或者反過來講的話那個時候再回去可能回不去了 甚至來講的話可能回來之後的話 那是不是你的各方面自由啊什麼受到好多限制 是不是值得 對吧 另外呢他講說是更重要的實際上是防止 回來的話可能得防止家庭傳染 所以我們看到那麼我們來關心一下 就是說在國外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況 最近是受到美國華人的朋友呢 非常的關注大量囤積貨品的這個行動 讓很多人都擔心 美國的商品供應鏈是不是不足呢 就有一位卡車司機在推特發文 安撫大家的這個擔憂 他說他這兩天馬不停蹄的從各個廠家的倉庫 往Walmart和Costco的這個配送中心送了幾單貨 看提貨單確實全部都是抗疫的物資 包括測紙 消毒紙巾和洗手液等等 各個廠家都在積極調貨和補貨 而廠家的倉庫裡這些物資是堆積如山 他說看來住在美國的朋友們 很快就不用有起更衣而無止自節的這個擔憂了 所以說在美國的這個環境還是非常的充足的這個物資 對 他實際上首先保證了生活物資 我覺得而且他應該不會說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股市近期是有下跌的趨勢 週一是下跌了 道瓊斯指數下跌了近3000點 是一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道指大跌了2997.10點至20188.52點 跌幅是13% 是歷史上第二差的表現 標普500是下跌了324.89點到2386.13點 跌幅是12% 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是重挫了970.28點 收於6904.59點 跌幅是有12% 也是創下了該指數單日的最大跌幅 我們看到美國市值最大的兩家公司 蘋果公司和微軟 週一的跌幅也都超過了12% 所以秦鵬我們看就是說 美聯儲之前是有這個 將基準利率下調至0水平 就是說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但是這個第二次的降息 還是沒有阻止這個股市的波動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一個原因的話 實際上網上我看有開玩笑笑話 是說本來的話呢 這可能是得了一場輕的一個病 結果的話呢 現在突然間你發現 所有的這個最好的醫生 治癌症的各種醫生都來了 然後呢你的親人都來跟你 這個好像是關心你 你可能就會嚇一跳 是不是得這個癌症了 或者絕症了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 這個股市就非常恐慌 我覺得這可能其實是有一部分因素 另一個因素來講的話 其實可能跟這個美股 美股的我們叫 它這個經濟情況下的話 它不是說僅僅通過這種 我們叫降息 來能夠獲得這種經濟 經營情況好轉的 因為一旦疫情這種 進行惡化來講的話 其實它可能影響的是 你的客戶 你的這種辦公效率 還有你的這種銷售等等 這些方面的一些情況 所以它真正的要根本的 發生改變的話 其實還是最終得疫情得到控制 沒錯 那麼美國美聯儲也好 還是說川普政府也好的話 它希望能夠降息 乃至於我們看到 它叫QE 就是這種量化寬鬆 它實際上根本的目的來講 它並不是完全要去救股市 更多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講的話 釋放這種流量 然後的話 讓企業獲得更低成本的現金 沒錯 我們還有一個笑話 就是說網友 就是根據這個股市的這個熔斷 來就是說 說了一個笑話 它是說3月8號巴菲特說 我活了89歲 只見過一次美股熔斷 3月9號巴菲特說 我活了89歲 只見過兩次美股熔斷 3月12號巴菲特說 我活了89歲 我只見過三次美股熔斷 3月16號巴菲特說 我太年輕了 就是非常有意思 那也希望這個笑話 能夠讓大家緩解一下 現在這個緊張的心情 那麼由於節目的這個時間 我們到這裡就得和大家告一段落了 我們明天的同一時間 還會和大家持續關注 武漢肺炎的這個相關情況 然後就是說 早前我們在節目中說的這個 就是說 關於很多的民眾去起訴 中共當局的這個一個做法 如果您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的這個留言區 我們都會持續的跟進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upvASS 我們到處見 我們到處見 好 好 我們到處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